熊熊火蛇往上窜烧 还不时冒出电线引发的火光 这时候一名老先生还在屋内 清水这处民宅3月16号晚上发生火灾 82岁退休中医师蔡老先生葬身火枯 和他同住的女儿也受伤送医 慈继之工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和医院关怀 54岁蔡女士是老先生第二个女儿 双脚受伤意识清楚 对于父亲没能及时逃生 心情沉痛难以平复 他向慈继之工表示 兄弟姐妹都是医师 父亲也是中医师退休 经济无余 但慈继之工考量突然遭逢意外 什么物品都来不及拿 还是先给祝福金协助购买住院物品 后续有需要将持续协助关怀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